字幕提供 暑假過後 廣州藍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 星期一迎來開學日 安靜了很久的校園 又重新熱鬧起來 第一天在民心的校園上學 有一班新生都非常興奮 我們學校在藍沙 非常安靜 有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氛圍 之後整個學校的設施 非常高級 有科技的感覺 非常潮流 我感覺民心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我們同學也是非常有愛的 像我自己剛剛來到這個學校住宿 還沒有到一天 就認識了非常多 非常友善的新朋友 我非常期待在民心 能夠讓自己獲得一個更好的發展 環境啊設施都很齊全 然後特別乾淨 然後時常吃的也很不錯 因為我是個香港人 所以說可以參加一些 國內孩子參加不到 比如DSC這種東西 然後明星 作為一個DSC的學校 然後又正好在大陸 就是要比去香港那邊的學校方便一點 正好又是新學校 然後所以我們就選擇這所學校 創校一年的廣州藍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 學生數目倍增 學校的未來規劃又是怎樣呢 我們去年有500個學生 今年增加400個學生 所以從今年開始 我們中小學一共有900個學生 由於連續兩年申請人數都非常多 我們過去兩年收生的情況 連續兩年都是大概10個申請的學生 我們只能夠收1個 我們會擴建校舍 在我們校舍裏面那條河沖的另外一邊 我們會大概擴建三分之一的樓面面積 一個方面可以增加課室 可以我們招心更加多的學生 同時也會擴建一些 我們目前未有的設施 譬如我們現在有一個800人的演講廳 有一個300人的演講廳 但是我們不能夠同時 容納所有的中學生和小學生 新的校舍那裡 我們會有這樣的大的禮堂等等 我們亦都會趁這個機會創辦幼稚園 西登我們會做到十年一條龍的辦學 因為基礎工程已經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有關新校舍的設計方案 亦都基本上訂稿 所以我們希望在大約一兩年之後 可以為更加多的港人子弟提供 在內地廣闊天地的優質教育 原來CY對於內地學校有一個心願 究竟是甚麼呢 在內地有37萬香港人長期定居 相信37萬人當中 有不少港人子弟需要港式 香港學制非營利性的學校的教育 所以我們很希望香港內地的香港人 有心人有這樣的能力 很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去做這件事 我們不希望作為在整個中國內地 獨家獨市 去扮非營利性的港人子弟 都送多多餘高 理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